哈喽大家好我是丁丁 欢迎回到韩版天堂M1月31号的更新 那我们这支影片要讲的重点就是 本周韩版推出的新商城装备 成长肩甲以及蓝龙肩甲 那这支影片要针对这两个肩甲的能力值 还有它的保底兑换以及礼包的价格 还有最佳推荐的购买方式 跟大家做说明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帮我点个订阅点个赞 感谢你们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本周推出的两个肩甲成长以及蓝龙 蓝龙是活动期间限定的 为期一个月吧 1月底到2月底可以购买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次推出的就是成长肩甲 还有英雄的成长肩甲 蓝龙肩甲跟英雄的蓝龙肩甲 这边说明是写全部无法出售删除存仓或交易 不过据我所知英雄阶级的皮夹克还有肩甲 都是可以进行存仓的 不知道是他刚开放没有办法存仓 又或者是这边说明就是直接扣笔贴上 没关系不重要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个 呃他的能力值基本上蓝龙跟成长的区隔 就是类似当初的黑猫皮夹克 还有成长皮夹克是一样的 能力值就是强化值差异的差距 那我们这边就以成长肩甲来做能力说明 他的基本能力只是防御1以及负重加500 到加5阶级会有一个PVE伤害减免加1 到加6才会有经验值增加10% 所以他这个肩甲的毕业装并不像一般以往的饰品是加5 他要加6才会毕业 那到加7之后就会有一个PVE伤害减免的%数 到英雄阶段的话则会多了HP MP吸收以及移动速度加1%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他的保底制作内容 他的保底制作内容就等同当时成长皮夹克出的时候是一样的 有加7的成长肩甲保底兑换 以及加6的蓝龙肩甲保底兑换 两个分别都可以兑换8次 再来这次还有推出加7的蓝龙肩甲兑换 他的兑换方式有两种 每一种可以各换一个 还有常态开放的加6成长肩甲兑换 使用20个肩甲盒子 之后他的英雄阶级就是跟其他一样啦 需要使用加9的肩甲再搭配100个龙钻 几率制作 再看一下这次的组合包 有常态开放的成长肩甲箱子400钻一个 11个是4000钻 还有这次期间开放的蓝龙肩甲 一个400钻 11组就是4000钻 礼包有两种 一个是闪耀的蓝龙肩甲特制盒 一个是蓝龙成长肩甲强化套装 这个特制盒1跟2他就是只能购买一个 然后他到买第二阶段的时候就可以保底 直接开出一个加5的蓝龙肩甲 拿到经验值10% 再来这个强化套装组 他就是每一个阶段要买8箱 所以价格非常高 他里面会有大量的成长肩甲箱子 这个套装主要是要针对想要拼加7成长 或者是加7蓝龙以上的玩家去进行购买的 一般玩家可以能免则免 因为实在是太贵了 好因为他兑换方式非常多 所以我这边直接帮大家总结出一个比较 完整的兑换金额以及建议方式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礼包内容 蓝耀的蓝龙肩甲特制箱1 那里面会有蓝龙肩甲4个 以及36个强化卷轴 价格是1000钻 然后闪耀的蓝龙肩甲特制箱2 里面会直接开到一个加5的蓝龙肩甲 拿到经验值10% 价格是1200钻 两个都买就是2200钻 那再来是蓝龙肩甲成长套装1234 分别可以开出12、16、20 以及22个成长肩甲的箱子 那价格就是2000钻 1500钻 1200钻 以及1000钻 越往后面买他的CP值越高 不过麻烦就是他每个阶段都要买满 买满的话就是16,12,966 以及8000 全部加起来有560个箱子 45,600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你想要保底兑换加7成长的话 他需要使用80个箱子 那他就是需要使用 强化套装 第一个的2000钻 买7组就是14000钻 如果你想要8个全换完的话 就请参考后面的啦 然后再来你想要换加6的蓝龙肩甲 就是使用90个箱子 那90个箱子就是要把第一组的强化套装 12000钻乘以8 全买完16000钻 还有这次推出的加7蓝龙肩甲兑换 他有两种方式 那我以第二种方式来说明 因为第二种方式算是比较划算一点点的 就是用6个加6的蓝龙兑换 6个加6蓝龙兑换就是需要使用上面的加6蓝龙肩甲 90个箱子去换满6个 那6个的话就是540个箱子 也就是把全部的套强化套装包 123次都买完 45600钻一次换完 还会剩下20个箱子 那这一次还有这个常态开放的加6成长肩甲 需要使用20个箱子兑换的 如果你是礼包全买完的玩家 你可以换到总共28个加6成长肩甲 如果想要拼加7或加8以上的话 你也可以考虑这种方式 用28个加6去点看看 那最后我的结论就是 如果你想要拼加8成长或者加7蓝龙以上的玩家 再去想强化礼包 一般大众玩家 奈米克维克玩家 你单纯要拿10%经验的话 就用特质箱1加2 2200钻去换一个保底加5的就可以了 好以上就是针对这次成长肩甲开放的礼包内容 以及保底内容 这影片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下支影片再会咯 大家拜拜